好不过呢有些地方生意还是很好 像是知名的小笼包老店 这几天如果有民众到这边来吃的话 可能眼尖会发现两位服务生看起来很不一样 原来他们就是常出现在日本当红节目的搞笑艺人水果酒 而这次呢秘密现身台湾 一待就是五天 为的就是要来这边学习外场服务 还有小笼包的制作技巧 哇每天是工作15个小时 他们直说这跟当客人好不一样 开心的和大家打招呼 这两个服务生可是大有来头哦 没有错他们就是常常出现在日本当红节目的搞笑艺人水果酒啦 不过现在收起搞笑一面 换上认真工作表情 水果酒这两个人来到台湾五天到底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来进行节目拍摄 两个人待在小笼包老店认真学习 每天从早上八点半一直研习到晚上十一点半 大家从外场服务送菜送茶一手包办 环境太郎可是更辛苦哦 一二三感不停就是要来学最有名的小笼包制作技巧 还直说啊当客人的服务生真的很不一样呢 日本节目大动作把摄影团队拉来台湾这次学习行程真的是超保密 两个人礼拜六就是待在台湾工作最后一天 所以还有机会可以被这两个搞笑艺人服务一下哦 中间新闻李东一网举金村一平前方报道